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小熊草 今天我要做的影片是 萬象物與碎牙的故事裡面的戰鬥篇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初集 那戰鬥篇都一樣 通常都是絕集跟特集 才有一點難度 那初集跟終集 我們就走馬看花 那我們從這一集開始 就幫他們做一個加速 大家覺得怎麼樣啊? 很不錯 那我就來加速囉 那我們這邊就做一個加速 那這個加速 如果你不想要看加速的話 你也可以去YouTube本身裡面的設定 調整成慢速 那你就可以看到慢速版的囉 接著就來看一下終集吧 有人可能會說 哇,你這樣全部都加速 這樣不是就在偷懶嗎? 就不用講話啦 沒錯啊 也有很多影片是不講話的嘛 嘿嘿嘿 那 他們這邊血量都很低 就只要諾瓦一招 然後再加上古魯瓦德 就可以在兩回合內通關 所以真的沒什麼好講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高級 那高級的話 我們就用正常速囉 第一個遇到的敵人是 角形魔物伽馬 跟古魯幼獸 那古魯幼獸 如果把他的盾打爆的話 那他就會倒在地板上動彈不得喔 那這個角形魔物 則是沒有護盾的角色打到他 他會立即反擊一次喔 但是因為他一下就被秒了 所以也沒有什麼好反擊的 那這個熊獸兵 就是古魯幼獸的加強版 那角形魔物的效果還是一模一樣 那接著就來到了第三關 那我們後面配夏洛克的原因是因為他比較好死掉 那我們的白衛最低等的就是他 那這邊也就是一模一樣的情星 一樣是一隻大怪配上角形魔物 那我們就通關高級了 其實這應該也是可以加速的 但我們還是沒有選擇加速 不然實在是太偷懶了 好的 那我們接著就來到特輯囉 太好了 終於來到有一點意義的戰鬥篇 那這是我們的配對 那是非常有意義的 大家就趕快看下去 OK 我們就看到第一個 竊賊鋼盔 他們後面有個圓形魔物伽馬 那他的效果是 如果你使用四魂技能的話 他就會再觸發四魂技能 就是一個觸發症的概念 但基本上你看我們用沒有加值的蘭諾瓦 就正常的諾瓦 就一招就可以把他前面給秒了 那這一招 這個圓形魔物就也是躺下 這邊這個竊賊鋼盔跟圓形魔物伽馬 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樣的搭配 那血量稍微有點提升 但還是沒有比較強的buff 那接著就到了下一層 下一層我們的暗月就要大顯神威囉 到底為什麼要帶暗月在特輯呢 這你一定要看下去 這邊他們變成了鐵鉗鋼盔 也就是碎牙打不贏的 沒錯 暗月可以直接把圓形魔物剛好給殺掉 然後我們再用一魂技能 就可以把前面的鐵鉗鋼盔給殺掉了 那你看到這邊你就會想說 我的天 碎牙的特輯也非常值得加速 沒有錯 碎牙戰鬥篇真的是非常的弱 真的弱到不行 那接下來就是絕疾 我們一樣給他一點尊重 帶來一些單體的角色 來看看這會是什麼樣的關卡 喔好像還不錯 是個一回合的關卡 看一下 賈漢他本身有嘲諷效果 一開始就躺了 那後面的角色 血量大概就在4000跟3000 然後有一個跟血量一模一樣 大數值的護盾 那我們這邊就 比較特別要介紹應該就最後那一隻吧 最後那一隻他有一個 你用一魂的話 他就會立刻反擊的效果 那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攻擊甲焊他會反擊我們 大概1000多滴 那其實還蠻弱的 那他會賦予一個弱化 那是幾層的呢 沒有錯 只是一層的 而且只有一回合的弱化 這邊就可以看到 弱化瞬間就消失 就是非常的弱 那我們這邊就結束了碎牙的絕集 那非常的不絕集 我覺得這應該是 史上最弱的戰鬥片 那為什麼呢 因為碎牙的故事非常的早期喔 所以千萬不能嘴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左下角按讚 右下角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囉 我是小熊草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